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当上帝祝福 他的百姓、子民的时候 会带来什么样奇妙的礼物呢? 今天我们解释想 以赛亚书第35章 这一章的主题是 大地和上帝 子民的欢呼 首先1到2节我们看到 大地欢呼 当上帝掌权的时候 我们看到旷野 也要欢喜沙漠 也要快乐像玫瑰开花 开花茂盛 乐上加乐 充满了欢乐 充满了荣耀 人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和华美 6到7节 也是提到了大地蒙福 同样提到了旷野 提到了沙漠 有河涌流 而且长出了青草 芦苇蒲草 充满了滋润 充满了美好 哇哦 是一个大地多么欢乐 蒙福的景况 不单是大地蒙福欢呼 更重要是神的子民 要欢呼 3到6节提到了 软弱的 无力的要刚强 要稳妥 胆确的要刚强 瞎死 要眼睛睁开 看见龙子耳朵 开通听见 瘸子能够起来跳跃 哑巴能够起来歌唱 是一些软弱的 得到力量与恢复 更可以说 鼠林瞎眼的 看见神的工作 鼠林耳聋的 听见神的话 起来回应神 何等的美好 最后八到十节 也是神子民的欢呼 第八节 那里有一条大道 称为圣路 污秽人不能经过 只有熟民 得蒙救赎 走在正道的人 能够行在其间 行路的人 虽然愚昧 也不至失明 在那里 没有狮子 没有猛兽 只有被得着 救赎的子民 第十节 并且夜话 救赎的名 比归回 歌唱来到喜安 永乐 要临到他们 他们欢喜快乐 一切的忧愁 叹喜都要逃避 这边让我们看到 当上帝的工作 复兴临到的时候 大地欢呼 神子民欢呼 求神让我们可以 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常常选择欢呼 来到神的面前 为止我们可以认识神 奔跑 跟随神的路 感恩赞美 我们祷告 谢谢主耶稣 当上帝工作 大地要欢呼 要重新回到神 创造的美好 更重要是 每一位神的子民 要欢呼 敬拜 把荣耀归给神 神为我们除掉 一切的敌人 赐下平安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